大航海時代,出發! 好像在水上似乎 今天父親節,我們來釣魚 這是我們租船到湖南湖的地方 老闆是唐人,所以同聲同氣 我們準備出發 好了,我們已經在船上 我們在船長已經在船上 我和兒子坐在這艘艇上 我們現在坐在船上 我們準備出發,我們這個小艇 單引擎9匹以下是不用排排的 所以一會兒我都可以駕駛 哈哈哈哈 我們內心聽說解 Vilson 說解 如果我們撞到船葉的話 要怎樣賠償 不過先離定了 現在要釣多少條魚? 我要釣100個大魚 100個大魚,好 讓你釣100個大魚 讓你安靜,你安靜一點 釣魚不可以吵,你會嚇走牠們 我會幫忙釣魚的 安靜一點,不要動 你很安靜 千萬不要動 不要吐氣 哈哈哈哈 讓我們欣賞一下 這麼漂亮的風景 這就是Rice Lake 這裏是別人的Cottage 多漂亮 有船的Drive-in garage 多漂亮 加拿大人的生活 多麼享受 湖邊小杜光屋 好,這裏其實是Rice Lake 附近的一個位置叫做Britley 它有派對,有小公園 這裏有一個小公園 現在我們中場休息 因為剛才都下午,現在要吃東西 這裏有派對,有超級市場 這裏有小公園 有車位 現在,因為派對開了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做到生意 人流比較多 我點了一個Pizza Pizza要等很久 但我上網看,人們就說 是值得待的 如果真的會來釣魚 叫Pizza 最好先在船上點 然後下船就接過來拿 這樣就好一點 看看,還有一間 這裏有一間Rhinos的酒吧 有一個Lakeville的酒吧 有小公園 這裏有些公眾碼頭被人下船 在這裏下船,或者在這裏拍下來 然後在這裏吃東西補給 這裏有一個小公園 讓小朋友可以玩 魚還沒釣到,我們看到群鴨 一群鴨 突然有一群鴨在這裏出現 一群鴨 湖上釣魚和海上不同 你看看,有多多草 周圍都有些草 這是一群鴨 現在他們連群結隊 進入別人的家 不知道他們是否想上岸呢 我們這次來釣魚 就變成了觀賞這個鴨鎮 你看看多大隻鴨 一條直線排開 船頭也有一堆在這裏 我們現在走進去,不知道他們是否要避開 各位學者,我們釣魚了一天 終於開到齋了 會放生的,這條實在太小了 看到它在轉 起碼好,不是空手而回 有一條,不過這條可以放生它 是有魚釣的 各位觀眾,終於釣了一條像樣的大魚 這條是甚麼? 巴士 巴士,BIG BASS 不是BIG的,不過是巴士 算是說 有隻手掌那麼大,比手掌的魚 終於 對 看到嗎? 你拿著,讓你拍照 嘩,他很害怕 你拿著嗎? 他懂得拿著嗎? 先拿著 先拿著 夾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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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 嘩 I know he's alright 對呀,所以對呀 你不要亂動 它是會動的 這麼大一條 嘩,你看這個 Hello Mr. Fishy 磅頂的Fishy Yay Hello 好了,今天釣魚之旅 算是完成了 其實我跟老闆Wilson聊天 原來他是香港人 他說這裏經營已經17年了 由於疫情的關係 亦是剛剛才開始 所以他們的季節 剛才開始 就變成少了幾個月去做生意 到9月 他們說人家就不理了 所以 到時又要再過冬了 要再搜 大概已經有17年了 如果有興趣來釣魚的 可以來支持一下Wilson 我會把他的資料放在我下面的描述 裡面 今天我就曬了一天了 現在就準備回去吃虎七節飯了 多謝支持 好了,今天也算是釣魚的 不負所托 跟這個鄉親父老交代 好了,再見 今天訂了我們的戰利品 這條大巴士 也不帶 但也挺巨型的 也有磅幾 一隻手不大 現在已經湯了 我們稍後關掉它 父親節 押族去了 Gran Catering 宗菜宴會廳 訂了一個父親節晚餐 也挺划算的 其實加起來 也不用排餐死 約了6點 一來到馬上就有了 點了一個糯米釀雞翼 貴妃雞 另外還有一個冬瓜粒湯飯 還有另外兩個小菜 買單百多元 但是就不用等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位置 在Midland的位置 Midland Peepfield附近 即是近我公司附近 好了,回到這裏 先看看 我們有個貴妃雞 有涼拌海折 然後有個瓜粒湯 蘑菇湯 蟹鉗 這個應該是選用時所 好,這就是重點 糯米釀雞翼 現在很難有地方吃 這就是父親節晚餐 看看 來,來 來,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